接下来我们要完成的是将获取的内容封装起来 那这里我们再来串进一个新的class 可以称为 FoneInfo 那么在这个FoneInfo当中存在两个内容 一个是姓名 一个是电话号码 当然我们这里只获取了这么两个字段 当然还有其他的像email地址都是可以获取的 现在声明String类型的一个name String类型的一个number 我们实现其get跟set的方法 可以通过快捷键来进行生成 Source getsetter 全选 OK 之后在这里我们再来传递一个构造方法 FoneInfo 在构造方法当中传递两个参数 一个是String类型的name 一个是String类型的number 这里为什么number是一个String类型呢 因为在number当中它有地区之分 所以会有出现加86的情况 所以我们给它一个String类型 setnumber number setname name OK 那么这个封装的类就已经写好了 我们获取内容之后呢 直接把它封装起来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创建一个集合 Public Static List 那么集合的类型呢 就是FoneInfo的类型 可以叫Lysis 直接进行实力化 IreList 之后在这里 创建一个FoneInfo的对象 可以直接叫FoneInfo 通过New关键字经实力化 那我们把获取的FoneNumber和FoneName 全部放进去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 应该是FoneName 第二个是FoneNumber OK 在放进去之后 我们再将其放入到集合当中 按着Info FoneInfo OK 那现在我们就已经把它放入到集合当中 也已经把数据封装起来了 OK 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